嗨大家好我是荒怡 近期我的照片发的比较sexy一点 因为我的脸肉肉的 所以平常像这样子拍片 我的身材没有露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我好像是一个微肉微肉的女生 前天我有发一支比基尼 女区泡汤的影片 就收到蛮多的私讯 发现我其实还蛮瘦的 不是脸圆圆的 但其实身体瘦瘦这样 就很像一根竹竿 然后上面插一个拱 因为我头蛮大的 anyway 收到蛮多女孩私讯我说 想知道我平常是怎么维持我的身材 因为我在拍片的时候 我很需要吃很多的美食 试吃很多厂商的业配 那为什么还可以一直瘦瘦的 今天不私藏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平时是怎么维持瘦瘦的 其实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学表演因素相关 我们那个时候 老师就会很严格控制我们的体重 比如说不能吃零食 不能吃面包类的啊 不能喝绿豆汤啊 我们每个月都会量体重 那如果你胖很多 或是你很胖的人呢 你就会在全部 一二三年级面前的人 叫你站起来 然后说你太胖了 去减肥 所以我的运动跟饮食控制的习惯 就从我高中的那个时候 一直维持到现在 那加上现在做跟镜头相关的工作 不能够太失态 因为镜头就是很显大嘛 那我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从高中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饮食控制的方法是什么 我平常控制饮食 不会太苛责自己 尽量不吃零食 这个真的超重要 因为零食就是你拿着你就会不自觉的 把它一口接一口就全部吃完 就会突然发现 我刚刚做了什么 但是我知道大家就是难免会有嘴残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会吃坚果 取代我平常想吃的零食 这是我们高中女生大家都在share的方法 大家每天都在跳舞然后很累 就会嘴残想要吃零食 就有人推荐了坚果这个好东西 所以如果你很爱吃零食的话 建议可以用坚果取代你每天想要吃的零食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每日优果的综合坚果 他们家的坚果是每日新鲜低温烘焙出炉的 非常健康不是油炸的 所以我这个人是觉得很棒 历经三道严格的人工筛选出来的坚果 用坚果取代你平时吃的零食 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每日优果的综合坚果一共有三个口味 有原味 盐菊 蜜汁 三种口味 里面有腰果 核桃 胡桃 杏仁果 跟夏威夷豆 可以一次吃到五种坚果 每种坚果都富含不同的营养 有优良蛋白质 植物油质 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那为什么这个坚果我会这么喜欢呢 因为它每个坚果都超级大 这个是10块钱 这个是他们的坚果 超级扯耶 我再拿另外一个给大家看 大家有看到这个大小的对比吗 这个10块钱是没有办法挡住它的 超级大耶 而且它的每一个坚果都非常的完整与饱满 就是它不会随半啊 或是说只剩下尾端啊 这样子 它是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 每一个都超级大的 你们看它的坚果 那他们家呢就是坚持手工的低温烘焙 非油炸 所以吃起来更没有负担 平时追逐或最长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直接当吃 当吃的时候我喜欢吃盐焗的 或是原味的口味 你吃一个 诶 真的很好吃 一斤点鲜甜鲜甜的口感 真的超级刷吃 重点是他们的果仁啊 很新鲜 吃原味的仔细的去咀嚼它 你可以吃得到坚果原始的清甜 跟它的香味 重点是他们的夏威夷豆 你吃到后面 一直夹一直夹 会吃到淡淡的奶香 超好吃 真的越吃越刷吃 重点就是它不是油炸的 所以更没有负担 你就可以边追剧边吃 然后边补充到坚果里面的营养 取代你平常吃的垃圾食物跟零食 身为一个控制体态的美少女 经验也有足足的七八年之久 吃坚果难免会有腻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同学们就分享了很多不同的 坚果料理的妙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莲藕粉 它也是很低热量的东西 莲藕粉就是像这样子 勾勾的一碗可以作为代餐 那莲藕粉单吃的话没有那么好吃 那我就会加入坚果一起吃 莲藕粉加坚果就是所谓的仙女餐 调到辣妹真的也是不简单 真的要管住自己的嘴 坚果本身的香味呢 会让原本单调的甜品变得没那么的单调 因为你单吃莲藕粉 它就是一个很淡很淡的甜甜的味道 但是加了这个呢 味道就不一样 特别是他们选用的美国的核桃 所以整体搭起来呢是清甜酥脆 清甜酥脆 而且有些核桃吃起来 搅到后面会苦苦澀澀的 但这个完全不会 越嚼越甜越嚼越香 我觉得他们家的综合坚果啊 拿来做甜点真的超级适合 因为它的果然是很大 所以你摆在甜品上面的时候 看起来就会非常料不若实在 他们家的综合坚果啊 不会影响甜品本身的味道 反而有加分的效果 如果荧幕前面的你啊 有常常在吃仙女餐 建议可以加每日优果进去 提升整个料理的味道 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腻那么单调 可以吃到美味 然后又可以维持你平常饮食 控制需要的热量跟营养 另外有时候运动完 需要迅速补充一些热量的时候呢 我也会把坚果像麦片一样 倒进去我的碗里 加入牛奶或豆浆泡着它吃 就很像在吃一碗麦片 这个吃法是我们高中的老师 还有健身教练都非常推荐的吃法 其实坚果你单吃它就已经很好吃 但是你多一点变化的话 吃久了就不会腻 我有时候起床懒得等外送 或是我懒得做泡面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子泡一碗当早餐吃掉 它每一个果然真的都好大顆 它的夏威夷豆有奶香 然后你再泡在牛奶里面真的超好吃 或是你比较勤劳的话 你也可以把坚果打成粉 混进去你的高蛋白粉里面 再将牛奶浆泡成一杯 用喝的可以迅速补充到很多的营养 雷生素 还有你所需的热量跟蛋白质 我很喜欢牛奶里面泡脆脆的东西吃 这样就超级好吃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很懒的人的话 你这样子一餐就可以了 因为吃完你真的会觉得超级饱 除了做的甜点之外呢 加入沙拉也是超级搭 因为沙拉是咸食 所以我会挑一些比较多的腰果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腰果跟沙拉吃起来是蛮搭的 我自己吃下来是这样觉得啦 大家可以猜猜看 大家知道腰果跟鸡肉是绝配吗 加一些腰果 加马铃薯泥一起吃 超级好吃 我高中的时候 真的是每个女生都饮食控制 大家的中餐或是晚上都会吃沙拉 然后大家就可以吃 加一些有没有的 让自己每天吃起来不要那么单调 像腰果我觉得它跟咸食搭在一起就是最大的 因为我不太会做菜 所以如果你很会做菜的话 我觉得坚果还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料理 我也有看到人把它做成 或是炒青菜之类的 如果目前的你们也在进行饮食控制的话 可以参考这支影片的吃法 可以把坚果当成是你们平常饮食控制里面 那些餐点的调味料 营养价值又高 好吃 以上就是我平时会吃的简单的坚果小料理啦 那每日优果呢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试试看 不管你是要单吃 还是像我上面这样子 把它做成很多不同的料理 都非常的搭 或是你有什么坚果的料理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相信很多素食者看到这边会想说 诶这个素食的人可不可以吃 大家可以放心 每日优果的坚果呢 是全素的 所以素食者也可以吃哦 另外呢 影片看到这边的朋友们有福啦 只要你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 留言这支影片 按赞分享的话 就有机会抽到一罐 每日优果的综合坚果 可以抽出两位 所以赶快揪你的亲朋好门 一起来留言 按赞 分享 抽奖 你就有机会 享用到超级好吃的综合坚果 用低热量高氧价值的坚果 取代你平常的零食 相信你也可以吃得更健康 变得更轻盈 现在呢 买两罐综合坚果 原价是770 限时优惠599免运 首次下载APP 才能限折120元哦 组合折后 六二折 那每日优果的详细资讯呢 我会放在我的影片说明栏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 点击连结 去选购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请保押按赞 订阅 分享 追踪我的Instagram 还有我的粉丝专页 去我的频道看更多的影片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